歡迎收看每月英國樓市報告 iKenneth 受惠銀行減息加上通脹下降 市場氣氛好轉 地產業界普遍看好2024年的樓市走勢 世家事業兩位老闆 Sally和John分別說出他們的觀點 我認為在2024年,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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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re going to drop i think this year the investment by to let invest market um from the far east o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 think is going to be busier than 2023 and also in new life the resale market has been picking up as well the valuation um for the same propert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is definitely higher tha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and that trend is going and continue into2024 as well I believe it's gonna be a very strong year for rentals2024 we're forecasting a 5% increase in rents within our own portfolio We pushed the rents last year So that's an increase on top of last year's increase I'm expecting no long void period Very large demand from tenants In the very busy summer months I think the interest rates 除了兩位老闆之外各大發展商都是看好後市 正所謂世界是倫敦的 利率下降是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入市 倫敦地區除了Prime Central 倫敦以外的地方 預計今年的樓市大約有2%的升幅 Holyfax 和匯分銀行最近都相繼下調了他們的按揭利率 相信在短期內會有更多銀行會follow 英國的通脹也降至兩年之內最低的位置 這些對倫敦的樓市是非常有利的 而今年在 Greenwich 也會有40-50萬的單位會推出 一分鐘可以走到火車站 另外也會有19套Freehold連排別墅 四房大花園也會在今年推出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會看到很多信心在倫敦市場 進入2024年 很多賣員在增加了他們的利率率 這就是鼓勵第一次購買 第二次購買 進入市場 找到下一家或第一家 購入市場仍然會很強 尤其是在最中央的地方 我們會看到很刺激的市場 在市場仍然不存在 最主要的市場仍然不存在 最主要的市場仍然不存在 9elms的市場仍然會超過4-5% 當市場仍然會更強 在倫敦市場仍然會更強 我們期待這個市場仍然會更強 牙人能進入市場仍然會更強 所以我們期待很多市場仍然會更強 比較大市場仍然會更強 市場仍然會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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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英國蒙頭安維開發商的代表 其實我們相比起去年來說 其實今年我們倫敦的房廠 是不變了東南西北 都有 其實都還是在熱買之中 目前來看 我們有兩個樓盤 最近還賣得挺火熱的 一個是在倫敦的西南二區 另外一個是在東倫敦東山區 叫Queens Cross 現在租金這個市場也是非常好的 像儀式一廳 Queens Cross也是可以租到2300 租金回報率也都是到5.5的左右 我們還是很有信心的對於倫敦的販產 綜合業界的意見就是租金高企利息下調 都是支撐今年樓市去向的主要因素 2月1日英倫銀行將會在今年第一次意識的日子 希望繼續有好消息帶給大家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有每月英國樓市報告